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南瓜和小米来做好吃的 先把南瓜放一盘备用 再准备100克小米倒入清水里 清洗一下 浸泡4个小时以上 再把南瓜去皮去纸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平时多吃还能美容养盐 去皮的南瓜大概300克左右 装入盘中备用 这次我泡了一个晚上的小米 用手一捏比较容易碎就可以了 然后控干水分捞出 把它铺到南瓜上面铺平整 再放入蒸锅中 水烧开之后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打开看看 尝一下小米没有硬心就已经熟了 再把它取出来 把它倒入破壁机里 再加入300毫升纯牛奶 选择果汁键 打成南瓜糊 再把打好的南瓜糊倒入大碗中 放凉之后加4克酵母粉 30克白糖 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再分次加入300克面粉 继续搅拌 搅拌至没有面粉颗粒 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发酵至两倍大 趁这个时间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葡萄干和蔓越莓干 用刀把它们切得更碎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的面也已经发好了 发好的面糊体积变大 里面充满气泡 再把切好的果干也加进来 搅拌均匀 顺便给面糊排一下气泡 然后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模具 底部和侧面都刷上食用油 再撒点黑白芝麻更香 然后把面糊也加进来 用勺子把表面抹平整 抹均匀 最后再撒点黑白芝麻点缀 然后盖上二次发酵十分钟 锅中倒入清水 提前把锅中水烧开 我们的面也发的差不多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体积变大 然后开水上锅 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之后关火再焖5分钟 哇 好香啊 浓浓的南瓜小米香 再把它取出来脱模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金黄色的 美味的南瓜小米糕就做好了 非常的松软 这里添加了小米 松软又劲道又嚼劲 再把它切开看一下 哇 真的是好香呀 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多层 有蛋糕的松软 也有米糕的劲道 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 掰开看一下 香烹烹的 非常的好吃 小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滋阴养血 健脾和胃 平时可以多给家人做一些小米的食物 非常不错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和大家分享非常好吃的糯米饼 做法简单 不需要放油 不需要放水 网中加入400克糯米粉 2个鸡蛋 一勺白糖 3克酵母粉 300毫升纯牛奶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钢粉 就可以啦 盖上保鲜膜 发酵一个小时 面糊上起许多小泡泡 就发酵好啦 锅预热 放入面糊 不需要放油 撒上少许黑芝麻 煎至面糊凝固 再放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啦 非常的好吃 松软 不是很黏雅的那种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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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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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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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